我们来参加这词变的菜 还有一个老师想参与 今天的辩论赛题为时间给机会 开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辩论赛的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就是自由辩论阶段 每方使用时间为三分钟 以后是充分体温的阶段 双方各回答每方提出的问题 最后的是节变阶段 双方进行综绩成此 我们的辩论赛的主持人 是小学生的阶段 好的,我们开始 亲爱的评判组,你们好 今天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年级的学生 讨论一些很重要的令人激动的意见 我们有两个队 第一个是国际关系系的学生 第二个是国际经济关系系的学生 一共有三个题目 每个主题有三个命题 在每个题材中 每个队只会讨论一个口话 话题的名称是 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 生命在于运动 旅游不在户中点 而是在意图中的人和事 讨论每个话题以后 大家都可以问一些问题 让我们开始 请国际关系系的学生 先议论第一个话题 讨论很有意思的意见 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个小时 可是一天的时间给青年的人带来智慧和力量 给蓝三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 现在我要让丹尼尔发言 她开始我们的辩论 跟林纳特和叶卡杰琳娜 表示他们的看法 解释这个命题的意思 说他们同意不同意这个意见 丹尼尔 请开始 谢谢马特 大家好 现在我们想考虑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时 可是一天的时间给见面的人 带来智慧和力量 给万三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 顺便说 我们应该说 这些是乌寻的 二十世界伟大的中国世人的话 乌寻与同时期的 世界接触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 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 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命连的问题 并做出了自己独特贡献 露寻话的意思是 一天有二十四小时 每一刻都是 宝贵的 有好好 珍惜 我们认为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敬劳的人 珍心 那一分疫苗的时间 努力去劳动或者学习 得到一些知识 或者本领 增加了智慧 锻炼了力量 懒惰的人 一天 无所事事 也就没收获 现在为了证明我们的看法 我们用比较法 给你们介绍介绍 其一对勤劳的人来说 他们平常是百里鸟 意思是 他们走起走水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样一来 他们是 有纪律的人 利用 所有的 所有的生活机会 所以一天的时间 给勤劳的人 带来智慧 因为力量 治愈 懒惨的人 他们平时是 野猫子 毛头鹰 意思是 他们晚起晚睡 因为他们没有 明显的 作息 时间表 所以他们 基础 寄希望于明天 这就是为什么 生活 没使他们 感到愉快 在他们的 看来 每一天 只是 心烦恼 不过早起来 以外 勤劳人 还规划 每天 所以 过天的时候 他们不浪费时间 是为了 办完了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已经 回来得及 因为 他们有 作息 时间表 可是 担心烦恼的人 平时 比赦 规划 时间 所以 他们 不知道 做什么 事 所以 平时 什么 也不做 再加上,根据我的经验,怪不得勤劳的人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功 心理学家说,这样的人进步,让他们每天起床,推动他们的发展 这样一来,他们开阔迎接,每天二十个小时是新的知识 对懒散的人来说,他们没有这些感觉 所以一天的时间给他们留下一片后悔 其实每人生活有限的,但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度断过这段时间 对近老的人来说,他们每天参加一些犹豫的活动 获得新知识,开眼界,自己发展,所以以后不会后悔 反过来说,懒散的人生活是无意义的 他们只浪费时间,每天做一样无聊的事,后来非常可惜,可是已经不能改变进床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见面的人总是会利用他们的时间来看眼界 学习新事物,不会在不必要的事情浪费时间 所以他们总是会利用他们的时间,所以他们总是得到成功 懒散者不安排自己的时间,不努力求得成功 我们说吧 好,非常好,你们的看法都很有意思,真是应有的答案 第二个队,请继续我们的讨论 你们的命题是普通的人,只想到如何度过时间 有才能的人,想法利用时间 安娜和阿尔乔姆请提自己的意见 不好意思,我们先,我们这个安排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提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提问 我们刚才三个人,三个同学就说了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们现在要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我们的同学们 好 有没有问题 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 丹尼尔,你说这个题目是鲁雄的话 请问你知道其他著名的人有这样的话吗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当然有一个这样的 这样人的话 我认为有一位叫 我认为天才的学习时间 我觉得 别连自己的画非常适合无数的 谢谢你的答案 还有没有问题同学们 我也有一个 联合请问 为什么做细致度很重要 谢谢您的问题 说心里话 人们都应该 遵守作息时间表 是因为 这样他们可以集中起来 变成纪律的人 除此以外 作息制度 跟我们的成功 力量知识有密切的关系 我的意思是 有一个很好的描写 我看法的成语 早期的鸟有虫吃 谢谢您 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 利纳特 真正的生活不是理想的 不是公平的 那请问 为什么你认为 勤劳的人得到成功 实际上 我爱听你的问题 你的关于 真正的生活的具有道理 可是我认为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正义的胜利 只有努力的工作 才让我们把梦想实现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成语 有志着 好 让我们继续 艾娜和 艾尔乔姆 请提 自己的意见 继续我们的讨论 谢谢 现在我想谈论 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我觉得 每个人自己决定 怎么过时间 普通的人 普通的人想到 如何过时间 但是有 才能的人 想法利用时间 第一种 第一种的人 有太多 空闲的时间 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有个例子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 浪费 他们的时间 看视频 但是 我觉得 这种事 不帮助 不帮助 他们 变得更好 也 没有好处 对 有才能的人 来说 时间 他们 用 招服 社会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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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排量 表演 让 观众 到 某种 情感 他们 要多工作 为了 每天 为了 每天 人都 充满 充满 演员的 表演 画家 画为了 刘宗 作家 写 著作 著作 为了 向其他人 传达 他的想法 然后 他们 然后 他们 有才能 但是 他们 应该 每天 提高 自己的 才能 否则 他们 能 省事 他 普通的人 通常 没有 才能 但是 他们 没有 晚上 得力 在我看来 我们要 看一看 渡国 时间 和 法律 用 时间 有什么 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 最重要的 区别是 美国 时间的 结果 比如 有才能的人 比 不同的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们 同时 要 才能 发展起来 比如 画家 演员 作家 等等 很多 很多时候 才能 恰恰 体现 在 工作中 外博们 这个 一个例子 演员的 演员是 传众的工作 所以 他们 没有 多少人 会 是 有才能的 演员 至于 不同的人 有的 只是 不知道 自己 有什么 才能 所以 我觉得 他们 只要 那么过 时间 谢谢你们的答案 你们的话 有道理 我觉得 赞成 问题 时间 谁 想 问 问题 谢谢 安娅和 阿尔 我想 对 安娜 问一个问题 不同人的 小姐和 有才能人的 有什么 不同之处 我跟他 您的 文贴 二求牧 说 一个 就 则 他 觉得 最重要的 不同之处 是 人过的 人过 时间的 结果 我 跟他 同意 谢谢你 我明白 还有吗 而 请问 普通人 平时 节目 会 有什么 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不很想他们来浪费时间看电视,或者看各种各样的视频,我觉得他们那么浪费时间。 谢谢你,你的回答。 不行。 接下来,我们讨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运动。 阿琳娜·弗拉德·伊万,你们怎么认为运动使人健康,使人聪明,使人快乐吗? 谢谢玛拉德。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工作时活动手脚的机会越来越少。 可是最近体育活动非常流行,是因为人们发现了运动对他们很重要。 我们现在想给你们介绍为什么体育运动必须群重化。 首先,做运动对身体有很多好处,不同的体育活动让人们发展身体各部,比如说用健脐机可以锻炼到你的腿部脊肉,用拉力器可以锻炼到人带和背部脊肉。 你们可能问我,不想强化肌肉的人为什么要做运动? 我就回答,是为了改善血液循环,强化呼吸系统等。 除了改善身体状况以外,体育运动也让我们保持身心健康。 体育运动也能帮助我们增强自己的记忆力。 根据世界各国科学家的研究,无论是跑步、打篮球还是体育足球都能增强人们的记忆力。 我还可以说,运动也看人们的眼界,比如说从事太极拳的人可以得到关于中国文化的新知识。 我还可以说,今天的瑜伽也很流行,对瑜伽感兴趣的人当然有机会了解印度文化和自己的身心健康。 几次运动也是轻松的方法,健身有舒缓上行的效果。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很多人下班后喜欢到健身房里制放压力。 替语运动是让人摆脱日常的烦恼,运动不单是释放快乐荷尔蒙的好方法, 而且是一个机会让朋友们有愉快的、有好处的过些时间。 总之,替语运动是过世间的好方法,大家要同意运动有很多好处。 我们认为运动应该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挺喜欢你们的思想,真有智慧、问题吗? 是啊,我有一个问题。 琳娜,请问,你知道哪些方法可以加强呼吸系统? 当然知道。我知道很多人早上跑步,有的人骑自行车,但是在我看来最好的呼吸系统的方法是游泳。 谢谢。 我也有一个问题。 对,一万。 那你可不可以建议我从事体育运动? 谢谢你的问题。 我觉得我可以建议你从事体育运动,尤其是中国传统的体育运动,比如说太极拳、脊弓等。 我觉得这些体育运动很有意思。 我也觉得这些有很多好处,也是人聪明。 可惜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没有这些体育运动。 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大学有这些体育课,我们就报名好啊。 谢谢你的回答。 好,斯杰潘、卡玛尔,请继续讨论运动这个主题。 运动是健康的源泉,也是长寿的秘诀。 我要介绍一下我对这个话题看法。 我想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总有人说,每天下课,哪里还有时间和经历运动,回家就躺在沙发里,累得不想训练。 说实话,人们城市没经历的原因,恰恰就是缺乏运动。 越是忙碌,越是觉得累,越是要运动。 任何运动,任何运动,如跑步、跳升、自行车、打球等都可以摆脱疲劳。 运动能增进身体健康,持疲劳的身体,得到积极的休息,使人尽力充沛的投入学习、工作。 断练对身体健康有很多好处,首先,运动可以强化肌肉。 其次,提高自己的评价,使你感到踏实。 总之,运动才是治愈一切的药。 好,大家好,我可以接着说,运动是健康的源泉,也是长寿的秘诀,健康的幸福的基础。 没有健康,其他的东西也没有。 人们为了保持健康锻炼身体,但是每个人还有自己的原因。 根据我的经验,要是没有心理平衡,身体健康就是空想。 只有健康的精神,才会有健康的身体。 目前,随着社会竞争的发展,仍然都要多工作,承受的压力都很大。 专家说,引进是很多领度的原因。 为了防病,一定要直接休息,运动帮放松,充满了精神的力量。 我说我了。 好,有问题吗? Kamal,请问,运动如何影响长寿? 谢谢你的问题。 长寿的秘诀是健康的心血管系统。 如果你想改善它,那么需要锻炼。 比如你可以骑自行车,快走,慢跑,速跑等。 这样你会改善心脑血管系统。 人可获得更好的免疫力。 除了运动,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体健康? 谢谢你的问题。 在我看来,影响健康的事情有很多。 最重要的是你的饮食。 为了健身,先要讲究食物,要多吃有维生素的食物。 此外,需要保持健康的睡眠时间表。 睡眠是保证健康的基础。 睡得好,身体才有活力。 最后,你的周围的人也会影响你的健康。 好了,谢谢你的答案。 我还有一个问题。 锻炼身体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年轻人由于懒惰不做运动。 西方请问,如果要克服懒惰就要做什么? 那,谢谢你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人们要制定锻炼的计划,而且他们应该设定目标。 比如说,每天早上做15分钟的早操。 最后,你可以跟朋友们一起锻炼身体。 这个方法不但很快乐,而且很好用。 谢谢。 谢谢您。 对不起,我来不及问一个问题。 富勒德,你觉得更好做什么体育活动? 好,我认为你们更好做犯队运动,除了我以前告诉我的意外, 这还可以教你们篡节精神。 谢谢你的答案。 好,非常拒绝。 现在同学们要讨论最后的题目,这是关于旅游的主题。 这有非常抽象的命题,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流行的人,等于只看了本书的一页而及。 希望伊莱莎、波里纳和利纳特能解释这个非常复杂命题的意思。 现在我们三个人要跟你们讨论一下一个又重要又有意思的题目。 现在越来越多人一到我家旗,就买机票,出发去别的城市、别的国家。 结果最近出现一个意见不一致的问题。 旅行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起那么大的作用? 相关新的地方,就不值得花那么多钱,要不要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我们相信当然值得。 站在自己的床上说,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流行的人等于只看了这本书的一页而已。 这句话很有道理。 首先,我们继续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么喜欢旅行。 从你方面,旅行帮人忘记烦恼、忧愁、轻松、愉快、得到心理平衡和安慰、感到踏实和新生、新化身影。 自己得到鼓励,在说他们回家的时候,旅行以后,他们回家的时候,能坚持更努力的工作。 从另一方面,旅行生活的行程是开延节,是得到生活道理最好的方法之一。 说下去,我们应该注意别的友善玩水的优点。 旅游最大的美丽就在于能摆脱日常生活的烦恼,而套向陌生、新奇、令人惊动的远方。 我们能体验一下,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奇妙感觉。 我们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要的生活,看看我们的周围吧。 工作压力、经济、工作负担等等。 所以人们把旅游看作比较合适的,逃离真正生活的方法。 加上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往往翻译出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日子。 在我看,根据我的经验旅游跟书一样,我说旅游是一种开延节的方法。 每个国家每个经验叫我们新知识,跟行业一样。 并且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文学,这样有的人喜欢旅游,留的人喜欢旅行。 旅游就是只做计划,比如说经酒店,旅行则是带上了背包酒厨房。 除了这些以外,每个被我们看的书都对我们发生很特别的影响,形成我们的意识。 让我们重新发现自我,旅行就跟书一样,去一个新的地方就能发现一个新的自我。 再说,旅行帮我们用另一个视觉看世界,别人的生活。 总而言之,我们总是寻找自己,但是如果你想找到自己,你要睡一睡醒的东西。 只有你旅行时平常各种各种各样的国家的食物,了解他们的文化,才能找到你喜欢的爱好,活得平衡,发展自己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不律游的人们,当于只看书的第一页,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能力,还没找到自我。 怎么说完了? 你们的意见真是特殊的,非常好的论断,有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布林娜,请问,你为什么觉得旅游能帮助你开眼界? 谢谢你的问题。 当然,旅游能帮我们看我们的眼界,是因为去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别的国家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了解别的人民的文化习惯,还能了解他们生活道理,可能这个生活道理对我们很合一。 除了这些以外,去别的国家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学习他们的他们国家的历史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旅游能帮我们太严谨。 谢谢你的回答。 我还有一个问题。 李纳特,请问,要是一个人想逃向陌生,或者离开城市的猛乱的话,你建议他去哪儿? 谢谢你的问题。 我觉得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所以我只可能建议一个办法,你在哪儿觉得高兴,安静,就去哪儿,因为只有在那儿你才能果然休息,发现自己。 谢谢。 Elizabeth,请问,旅游怎么能帮助得到平衡? 谢谢你的问题。 我认为因为旅游时你可以发展,你可以发现自我,就是说你可以找到新的爱好。 所以你除了了解世界以外,还了解自己这个现象帮助人们得到平衡。 我们只有一个命题,非常遗憾,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引起。 丹尼尔,Masha,格列布,请结束我们的讨论。 好吧。 我开始。 旅游时,旅游时让人看到很多新的,这可以帮助逃避现实,让游愁消失。 其次,我认为有大开眼界的机会是最重要的优点。 旅游时,旅游时,旅游时能获得很多知识。 旅游时,旅游时,旅游时也认识食物的文质,并且别国家的文化帮助人以另一个角度观看之上的活动,得到智慧。 。 你的话有很多道理,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目前越来越多年轻人有机会去国外 根据我的看法 每个人很愉快地参观别国家的城市 因为这个现象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参观外国的城市 让人摆脱日常的烦恼 人一来到新城市他们就看到文化特别的建筑艺术 所以他们能轻松自在 第二个原因是旅行的时候 你已经遇到很多有意思的当地人 有的是你会给他们交朋友 所以当地人帮你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跟当地人交流是很重要的方面之一 因为只有他们知道祖国的特点 现在我想对所说的补充一项一件 最后旅行的时候你能学到各种稿业的纠结 团容是纠结很重要的部分 现在旅行的过程中 你也学会接受人们原本的样子 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纠结 所以了解不同国家的纠结和礼节 将帮助你避免陷入不方便的情况 举个例子 在中国典型的纠结是纯着冷静 而且差异在中国也很重要 每个外国人都必须遵守这种纠结 谢谢大家 好 谁想问 谁就问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Masha 请问 你为什么觉得旅行的时候 获得新知识那么重要 谢谢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秘密 想在人人离不开消息的空间 所以可以说消息是最贵的资源 可以说旅游是真的快乐与利益 谢谢您的答案 我有一个对丹尼尔的问题 我不明白一件事 参观外国的城市 怎么会打开人们的眼界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国家 有不同的传统 所以旅行的时候 你来到什么城市 你去学习那城市的传统 这一定让我的新知识 打开你的眼界 我明白 我还想问你 你知道别打开眼界的方法 旅行的时候 不 比如说 你觉得你也可以打开你的眼界 如果来说 看见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不同的博物馆 也是非常有意思 也帮你打开你的眼界 谢谢 谢谢你的回答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有趣观点 讨论许多重要的问题 我希望今天的活动 对大家会有良好的影响 希望大家都满意 很喜欢今天的议论 获得新知识 开眼界 特别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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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们都给了你的手 可能我们不明白 我们的最后一段階段 是自由的谈论 不应该先开始说说 总正来说也可以说什么呢 宝琳呢你可以开始 你先开始吧 就说几句话 就你的同学就接着说 好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调认 第一个题目还是 所有的题目 所有的题目 所有的对吗 好吧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很多人去别的 全是别的国家旅行 但是还有 有的人说 这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 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有些人说 这是一个 去别的国家的时候 我们就浪费时间 就浪费我们自己赚的钱 最好要上方看一下 有些景点 看一下电视播放的节目 这就好啊 这就能了解别的国家的历史 别的国家的景点 我们的班 觉得旅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跟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行 好的 玛丽亚你有什么意见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你总之来说一下 好吧 那从我们的题目开始 我觉得旅行是一个 我们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 所以每一个人很喜欢去旅游 游玩 这个很愉快的活动 总之来说 旅游在各个方面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 这样人不但扩大眼界 交友 交新朋友 而且也 流游流行 帮助我们学到 各种各亚的组织 这个方面很重要 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礼貌 去旅游 人一定要知道文化的特点 只有做这样 你才能 喜欢你的旅游 谢谢 接着 我从你 马上的研发 有一个 原来研发 一个德国的 国家 以前说 你几次去 德国旅游 几次你十一个人 就是旅游 对我们的知识 眼界很重要 请问 你说旅游有许多好处 那为什么你往说旅游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比如说 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应该花许多钱 很多人 买不起 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机会 谢谢你的问题 当然 每一个 现象 有 有点 有决定 但是 我觉得 旅游有 更少 决定 你说 你一定要花钱 但是 你 生活中 怎么 做就要 浮钱 你想 看书 你要 买 这样的书 所以 我觉得 旅游 你一定要 花 钱 因为 这样 你 买 你的 经验 你买 新的 知识 我觉得 只是 真的愉快 所以 你要 付钱 这不是很大的 缺点 是不是 是啊 可是 对我来说 我更喜欢 看书 因为 在我 看来 这样 一来 我可以 获得 更多 知识 我 看书 的时候 我 可以 开阔 迎接 可是 旅行的时候 我也能 开阔 迎接 但是 在我 看来 看书 时 获得 知识 比 旅行时 获得 知识 多得多 你的话 有很多 道理 但是 我认为 旅行时 旅行有 一个很大的 优点 只是 交朋友的 机会 因为当地人 总是知道 更多的消息 很多书里 没有那么多 知识 所以 所以 你 跟别的人 谈话 才可以 得到 你想 知道的 消息 谢谢 谢谢您的 看法 我也有 一个问题 马上 你说 旅游 总是有 好处 但是 有的人 他们 去旅游 时 只 去 山安 晒太阳 他们 不 去 博物馆 不参观 民生 估计 你觉得 这样的 旅游 也有 好处 我还有一个问题 安娜 说话 说话中 说 有才能的人 更合理 用他们的时间 可是 在我看来 我们 有一些 有才能的人 谁不 合理的 利用他们的时间 他们 有才能 可是 不工作 每天 浪费时间 可是 有的人 没有才能 他们 每天 努力工作 所以 也得到 成功 那 怎么办 我觉得 有 很难的人 但是 他们 一定有 才能 我觉得 他们 不要 付出 付出 许多 努力 你说 每个人 要有 计划 以后 他的 工作 变得 变得 好 但是 我觉得 我不同意 你的 看法 因为 有的人 可以 做得好 他们的 工作 但是 他们 因为 他们 已经 有 财能 所以 他们 不要 不要有 进化 或者 或者 付出 努力 所以 你觉得 只有 有 才能 才能的人 会得到 成功 没有 才能 就 没有 成功 对吗 不对 每个人 不同的 有人 有 这么多 工作 他们 写 著作 有的人 画画 但是 他们 过 时间 为了 做 什么 什么好 为了 留宗 或者 让别的人 感到 感到 快乐 总之来说 他们 他们 提高 成功 但是 有的人 不能 不能 但是 有的人 可以 可以 努力的 工作 是我的 好 谢谢你的 回答 那 请问 你 刚才说 要是 人们 努力的 工作的话 他们 就可以 得到 成功 但是 我觉得 某个人 明白 我们 住的 世界 不是 理想的 不是 公平的 有 有时候 你 不要 努力的 工作 不努力的 工作 人们 有时候 得到 成功 那 为什么 我们要 努力 工作 要是 我们的 生活 不是 公平的 我的 看法 是 我的 看法 是 有的人 有 很好 手 他们 会 花 花得 好 花得 好 但是 有的人 没有 这样的 手 他们 要 他们 要 多 工作 为了 为了 提高 高得 成功 好 谢谢 您 Masha 对不起 我问你 我 问了你一个问题 但是你没回答 对不起 我的 电脑 有一些问题 请你开始 你说 每个 旅游 对人们 有好处 但是 有的人 他们去 旅行时 他们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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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 你上古 地 他们 只去 上岸 只去 暗上 晒太阳 你觉得 这种 旅游也有 好处 谢谢 谢谢 你的问题 我的意思 是 每一个人 有自己的 爱好 自己 爱的 东西 比如说 有的人 喜欢 旅游 就是去 不管 在 岸边 晒太阳 有的 喜欢 去 旅行 去 爬山 去 跑步 去 照新的 景点 所以 每一个人 有自己的 优点 对 喜欢 去 旅行 人的 来说 这个 修学的方法 也有 很多好处 比如说 这样 你可以 做运动 去 爬山 时 爬山 时 你 增加 你的 脊肢 让你身体 更好 帮助 你的身体 等 健康的 要是 你去 一个 蓝 的 旅游 你 你可以 耽藏 所有的烦恼 轻松 觉得很 安慰 得到安慰 所以 我的 看法 就是这样的 对不起 我问你 有的人 他们 去旅行时 他们 住在 酒店 不出发 他们 不参观 博物馆 我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说 旅游总是有好处 我不太明白 因为你 只 只在 酒店里 休息 怎么能发展自己 怎么能发现自我 和了解世界 好 你问我 要是你 不去 不管 不跟 当地人 说话 怎么能 打开眼界 是吗 你 你 不去 你 不参观 迷上 古迹 怎么 难 打开眼界 对 那好吧 好吧 好吧 每个国家 有 很美丽的 景点 我觉得 大自然 是我们的 宝贝 所以 要是你 只去 看 每一个 美丽的 景点 或者 只去 游泳 你也打开 你的眼睛 因为 你 获得 经验 我们的 世界 很大 所以 除了知识 以外 你也可以 获得 别的消息 比如说 关于 大自然 比如说 你去 树林 散步 你也 获得 知识 你看到 很多 各种各样的 树 各种各样的 植物 动物 所以 你也 你每次去 旅行 散步 旅游 你一去外边 就获得 知识 但是 你可以 做 运动 在 你自己的 国家 为什么 要 旅游 旅游 我的 看法是 旅游 你 也可以 在 自己的 国家 旅游 比如说 我们的 俄罗斯 很大 你可以 去 什么地方 你去 你都 可以 找到 新的 所以 旅行 旅游 不是 总是 不是 去外国 也可以 在 国内 旅游 是吗 但是 你说 做运动 可以 打开 开 一切 所以 你 旅游 时 你可以 爬山 游 游 只要 发展 最大 是 做运动 你可以 做运动 在 家里 可能 我们可以 问 不是 只是 玛利亚 来回答 因为 我们有 其他同学 可能 其他同学 也有回答 也想 跟你回答 回答 你的问题 好吗 这样 我们可以 请 其他同学 我们就 听 一个 回答 就 结束 好不好 因为 我们的 时间 差不多 结束了 有一个问题 对 斯杰派和 卡玛 你说 运动 对人们的生活 有很多好处 这样一来 你会保持 你的身体 但是 英国的 总理 文斯顿 求吉尔 说 我的长寿 会供与运动 因为我从来 没从事过 除此以外 许多运动员 受伤 你觉得 运动 只有好处 或者 也有一些 缺点 缺点 你说的 针对 有的人 手上 这是一个 很大的 缺点 可是 我觉得 断练身体 有很多的 优点 比如说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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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能力提高 你的能力提高 有多的 等什么 没事 太后 你有什么 惊致 一点 能力提高 你 谢谢 你们 每个人说几句话 对于我们的第一个题目来说 我们可以总之来说 人们要有他们自己的作息时间表 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学会集中起来 另外他们也要有自己的时间安排 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努力工作 没有浪费时间 我说完了 ну и тогда давай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второй группы 她也会发现,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的谈论 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的谈论 安娜,请来 我认为每个人有特殊的感觉 我认为每个人要努力工作 她不要浪费时间 每个人要多做运动 因为这种活动有许多好处 也要多留意 因为这个事很有意思 也有这么多好处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 любимые коллеги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и на нашем мероприятии ребята большое всем спасибо сегодн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ы показали то чему научились за этот год приятно было наблюдать за тем как вы высказывали свое мнение вот поэтому давайте на этом попрощаемся всем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за участие в дискуссии всем спасибо 好